吴卓西与一身全黑打扮 与TVB同事钟嘉欣 出席圣诞节倒数活动 并且还有的开枪预展歌喉 谈到好友林峰盛传 因为在台庆颁奖礼中大热稻灶 放言从此不再为TVB拍剧 在多年的TVB颁奖礼中 都成为陪跑分子的吴卓西 表示与林峰都只是TVB的小员工 他相信林峰的心胸不至于那么狭窄 那么大胆吗他 还有没有传媒公司 应该不会吧 我跟他都是在这个公司里面 TVB公司里面都是小朋友 小员工 其实我不应该去拿这些东西去 变一些话就变一些新闻出来 我觉得不可以讲 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吧 有都不会讲啦 你知道吗 每一个都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我经常去他家 你知道吗 他的一个奖 他一定放不下 他还有他 我问他要不要先放我家去 其实我觉得 今年拿不到明年去继续努力去拿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 其实我记得他这个委员是怎么样 他自己心态就是觉得 有 当然开心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他不会去 很希望去 去拿 拿不到的话 就让自己不开心 他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觉得不用去太多打电话 去关心他的那种 另外 自从年初被张新宇狠甩之后 吴卓曦的名字已经很少跟其他女艺人联系在一起 但最近因为拍摄电视剧《崇尚云霄2》 吴卓曦跟女性人傅嘉丽就传出绯闻 傅嘉丽更表示为了演好角色 要让自己在演戏以外 都要潜意识喜欢吴卓曦 外界把这份自白 视作傅嘉丽对吴卓曦爱的宣言 但吴卓曦表示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与傅嘉丽没有触电的感觉 更搞笑地表示 如果傅嘉丽想识爱 应该直接跑到自己面前来说 他讲那个电视剧里面而已 他没有 他又没有跟我讲 其实跟季节讲而已 他应该 如果他喜欢我 就直接来跟我讲嘛 对啊 所以没有 他肯定是说 我们在这个电视剧 充选音乐2的电视剧 他喜欢我 我就喜欢吴卓曦 就这种三角关系 这应该是 宣传一下我们电视剧吧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 香港报道 准够 ik tetap 欢迎订阅 varied eiserys bell